如果有人約我去喝東西 我通常都會叫咖啡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本身都喜歡喝咖啡 喜歡那種香氣 還有我很喜歡在咖啡店 欣賞每一個咖啡師去調咖啡的過程 或者拉花的過程 因為我本身自己都學過 全部都是真功夫 還有我很期待那杯咖啡 他拉一個背花給我 是代表咖啡師的心情 逢星期三想假的Shall We Talk 請來何廣佩聊天 他最近的劇集二手店收視成績好 但結局成為過去半年來的單集收視之貫 很開心做出成績 他在美國讀完會計 回香港做網台 兼職做waiter 賺取生活費 然後入讀無線訓練班 差點入了藍團天堂料 由當年M Club女人俱樂部 超時空男神 到最近做中藝節目 男神廚房 又和國子豪、奶仔、方兆聰 九網上Channel 幾飯一起做 一步一步摸索 當中碰過釘 也都學到很多 我選會計 這件事 那時候你怎麼選 這個就是聽家人說的 那時候 年少無知 也沒有什麼主見 我數學本身很好 我對數字很敏感 那家人就說 會計 會計是不會餓死你的 因為這個世界 任何東西都需要會計 而釋放我對數字OK 那我就說 好,那會計 但是 之後我就後悔了 之後我就覺得會計真的太悶了 還有會計 讀完之後 你就要繼續考試 這個我就害怕了 回到香港 那我就去 上網去找那些招募 找了一間網台 叫做9DTV 現在找不回 去Casting 就說要簽我做Artist 那時候就很簡單 就簽一年 一年就可以了 他也同時間簽了十幾個 一間網台 就做一下一些主持 做一下去一些活動的大會司儀 父母就沒有反對的 但是父母也都沒有 無限量金錢的支持 父母很開通的 就你去啦,你去做啦 但是我們就不會這樣養你一生的 又不算經濟封鎖的 都會給我回家的 都有湯水喝的 但是他不會再給零用錢 就是不會說 給我更多的錢 我去揮火 那所有東西就 要自己去找啦 之前我在網台的生活 其實我也都有兼職的 我也都有在餐廳啊 酒樓啊 做侍應的 去炒散 那時候網台 工作量也不是非常多 收入也不是很多 都是只有千兩兩千塊 很少有千兩千塊 是啊 夠搭車?不夠 所以那時候也都去不同的餐廳 去做侍應 有在日式的餐廳 賣點心的酒樓都做過 有在高級的日式鐵板燒餐廳 都做過 做過三、四間餐廳 最辛苦就是 沒有到瘋了 因為有一間日式餐廳 在灣仔的 辦公室時間 放午餐很多 那間餐廳也不小 一間餐廳可以服侍四、五十桌 還要分幾個鬆 門口一邊 門口一邊 你出餐 從這裡跑到這裡 正常 為了生活 都要做的 沒有說是否辛苦 我覺得 我反而覺得是享受的 坦白說 我又不是一個很喜歡讀書的人 但我又是一個很喜歡賺錢的人 我做事 我很喜歡投入百分百的 就算我做餐飲也好 我做侍應也好 我都很認真 我不會拿樓炭 我亦都很 很多時候你做餐廳 你都會按手機 我又不會 我很全心全意去做 每一件賺錢的事 因為我覺得賺錢是 我付出多少 我賺多少 我對得住我賺的血汗錢 所以我有這個心 就算到我進來TVB也好 我每一刻 我只要是上班做事 我就全心全意做事 我不會想太多 何廣佩在網台做了一年之後 他考慮做model或者TVB藝人 結果選了後者 2011年加入訓練班 他拍完M Club之後 差點加入了被稱為 MK Pop藍團的天堂鳥 那時是Lincoln找我的 即是許進濠 他在某一個場合都認識了我 我不記得有什麼場合 他事後再找我 我就說有個團隊在招募 就問我有沒有興趣 我也答應了他 就去了解一下 那一刻他們還未成團 我了解完之後 也回去和公司討論 最後結論都是拍劇 可能歌手不好 我本身唱歌又不是厲害 也沒有這方面的底子 最後結論都是拍劇 所以就遠距了那邊 跟那邊說不 我們都是拍劇 有沒有可惜 少少的 因為男團一定是 小時候都有幻想過的一個職種 小時候會看那些 就是E-Kid E-O-2 或者 Boys 關志斌和 Steven和Kenny 都小時候唱很多 Boys那些K歌 街舞就不聰明 但我小時候也有跳霸雷舞 都有少少舞蹈底子 都能動一下 只要勤加練習的話 都可以跳到他們的水平 何廣佩入行十年 緋聞不算多 主要有一位他稱為好朋友的朱神麗 他以前拍過多少次拖呢 要數一數 六次? 第一次幾歲? 第一次十五歲 十五歲的初戀 維持了十天 之後我就移民了 沒有分手的 但就移民了 就長一點 但是只有十天的感情基礎 可以怎樣呢 可以怎樣維持 最後都是幾個月之後就散了 是一起了 才知道這一次飛 是沒有回頭 我是知道要去美國 但我以為去旅行的 以為是過去送我姐姐讀高校 誰知道 一起了幾天之後 我家人就跟我說 兒子 這次過去就不回來了 我說什麼? 什麼不回來了? 不回來了香港 是很突然跟我說的 之後那些就年期久一點 都四年起跳 我是一個幾勇情專一的人 我都跟女朋友都長時間 最難忘是哪一段? 剛剛說的那個四年都難忘的 是 因為 正直就是最無後顧之憂的階段 大學時期的愛情 永遠都是拍得最轟烈 你開始懂得去愛 愛得最無悔 也都最放膽 因為你沒有負擔 你也沒有太大的掷擇 同學 最純潔的愛情 都是華人 都是華人 香港人 可以這樣說 最純潔 都是說廣東話 不需要想很多事情 想去哪就去哪 駕駛駛駛去哪就去哪 上學放學 最難忘去了哪 一切 你會駕駛駛駛駛 美國這麼大 你會去滑雪 你會去拉斯維加斯島城 你會飛過去其他的城市 你會去San Diego Los Angeles 因為我在San Francisco 你會去很多地方 自由度很大 我要回香港發展 可能他要去紐約發展 大家一定會分開兩地 長遠一點 永遠都卡住了 但是卡住的位置 你肯不肯堅持 如果大家價值觀一樣 就可以堅持 我也都見過大學時期的一些同學 他們最後長遠一點 現在是結婚生和孩子 我都見到 但是如果你價值觀不一樣 現在長遠一點 那就很難去再維持 我也都會把這段大學的愛情 視為其中一段最刻骨銘心 因為真的 那時候沒什麼想的 那他現在是否幸福 都是很幸福 有多少份 都是很幸福 亦都有小朋友 以我所知 我也都很祝福他們 何廣佩前排拍喜劇 食魯喪B 之後和拍檔郭子豪 方兆聰開了短片頻道 網上聊天的時候 竟然被踢爆 訂閱AV成人網站的VIP會籍 我們三兄弟的友誼 或者默契已經建立了 公司也有看 也都安排了我們三個去拍 另一個遊戲表演 真的不要笑 其實遊戲表演 除了我們三個 也還有四個主持 那這個平台也正經一點 好像在弄公司 即是有些投資 會接工作 會接網告 即是直接這樣做 會啊 會啊 也都會做一些 直合式的廣告 或者軟性廣告 都有的 看客戶想要什麼 我們再去量子 去銷子 去銷子 給客戶 究竟是怎樣幫他銷子 他的產品或者服務 這方面 主要交給阿安奧 去跟阿奶姐去處理 一個就負責去做銷子 一個就負責做創作 那我就負責管公司 內部的同事 即是你們在那裡聊天的時候 他又要爆你的 那些啊 訂閱AV 是的 你知不知道 這個當然不知道 這個節目 是我想出來的 我說要拍這個節目 純粹因為那個節目 原本是想著 十二月 最後一天去post出來 當一個 一整年的review 那我沒想到 無緣無故 風少聰會 突然間 由一個問題 延伸到 啊 問題是問 郭子豪 喜歡看什麼 類型的AV 是的 那我怎麼會想到 由這個問題 延伸到 他說我私人的東西 即是 這些東西 是自己私底下 開心分享的 有時候 藝人是可以把 一些真性情 拿出來說 還有我覺得 這些東西其實是一個 很正常的 男人的 一個正常 日常需要 來的 也都不是一些什麼 不見得光的東西 新人時期的何廣佩 很快獲得機會 在M-Club女人俱樂部 飾演年輕版的吳啟華 他憑著樣貌和劇中 麥當當王子的稱號 彈起 但是很快就遇到挫折 都有下一部劇給我拍 叫做《蔡神家道》 但是我拍《蔡神家道》的時候 我是很瘋狂地拍的 因為 不懂得拍 即是 拍完一部M-Club 到拍《柳奴》 以為自己懂得一點 他拍 拍完之後 等一年出街之後 噢 那麼差 差到這樣 即是從天堂 跌回到地獄 全部都是負評 那時候怎樣罵 說我演技問題 說我演繹問題 各方面都批評 頂不順 完全頂不順何廣佩這個人 事後可能會透過其他的作品 也可能改觀了少少 但是 這一部的傷害是很大 有機會可能是一個作品 如果你做得不好 有機會沒有了之後的機會 因為M-Club拍完之後 以為很好 因為每個人眼前一亮 那一刻 以為去到一個高峰位 然後再上的時候 怎知道 是跟你理想中的畫面 完全不一樣 跌到到谷底 那麼 再拍《財政家道》的時候 是 不會跑 多謝 《財政家道》的監製添哥 他那時候很用心 幾乎隔天都下來 現場都去跟我說 我看了片 你怎樣怎樣怎樣 他會分析給我聽 他主動鼓勵我 要跟對手有眼神接觸 因為以前的我呢 是沒有自信的 我演戲是怎樣呢 《今日你好》 怎樣 我一直看著地下 或者看著四十五度以外的地方 總之我不是看著黎耀祥 也不是看著炮哥演戲 爸爸我等錢花 你可以給我嗎 永遠我都是這樣的 天哥很好看片 看到我的問題所在 他很主動叫我 多點去跟別人有眼神接觸 主動去看著別人 你看著別人的時候 自然你就會感受到他的戲 你也會慢慢做好戲 我覺得 天哥這一句是怎樣醒了我的 去到《律政強人》 其實我突然很清楚知道要做什麼 從那一刻開始 我就開始不怕了 我真的會看著自肅 看著《風中信》 他真的做 我真的做到那件事 我記得和智叔那場 在律師樓的《律師樓》那場戲 我和他是對立的 他質問我一些個案 我是到背後把幾個案子的個案子 都說出來 但我一邊說 一邊釘著智叔的眼睛 智叔的戲是可以給我 我亦都可以給他 互相交流 這些是天哥怎麼醒我 我覺得要多謝天哥 之後何廣佩和蕭靖南 曹永烈拍《超時空》 《超時空男神》 贏了最受歡迎電視拍檔 2018年 他憑著台慶劇《跳躍生命線》 演《教護員》 贏了《飛躍進步男藝員》 用粗口去排唱戲 因為我們的父子關係是真是好的 真是你罵我一句 我罵一句 但是也罵是那種表達方式 兩父子的表達方式 而不是真是罵人那種罵 所以我們排戲的時候 是會將粗口融入去 但到Rollgate Action的時候 那些粗口都沒有了 這個是真是演員之間的 互相的信任 竟然是我的信任度 是大到第一次合作 就是用粗口去排戲 我不知道這個方法 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方法 當然我也不會鼓勵新人用這個方法 這個是我們兩個之間的默契 希望有機會可以再演一次父子檔 竟然是一個態度很好的一個新人 無論我們怎麼說都好 他都照單全手 他不會有一刻發脾氣 或者有一刻是頂不順爆煲 我問過他的 問過他有沒有拍過Kiss戲 就是對上一套其實我沒有看 他說他沒有 因為Kiss戲都有分很多種 就是清零點水 或者是普通新聞 劇本就是說是青年五歲 兩邊的嘴唇碰一碰 那就要閉氣 因為如果你靜止的畫面 你看到兩個嘴唇黏在一起的時候 還有呼吸的時候會很尷尬 兩個鼻孔很近的 如果你還在噴氣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受的 還有那時候是拍夏天 夏天噴出來的氣是熱的 對不對 所以就跟他說要閉氣的 一個好的新人 是值得花時間去幫幫他 因為我記得我做新人的時候 我亦都很迷惘的 我亦都不知道 很多時候都不知道怎麼做 但是那一刻 我是靠自己去一步一步去摸索 我亦都碰了很多釘 我會選擇他 我會把我看到的 或者把我能夠分享的經驗 盡量告訴陳曉華 其實就算不是陳曉華也好 我現在拍新的劇集 我都會跟我新的拍檔 都會這樣分享 如果有機會我可以親自選一個人 去約他喝東西 我想我會首先約了 因為吴啟華先生 我還欠你一頓飯 我還欠你一杯飲品 到現在我都還沒有機會親自見到你 是因為你選了我 我才有機會拍M Club這個角色 是因為你 我才有機會在這個道路走得比較平坦 吴啟華先生 我想約你 有的時候 有可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